Hello 大家好 我是尹白云 上一个视频我给大家设计了一款可以玩赚智能家具的新装备 我说这是超低门槛的智能家具爱好者的终极装备 然后就遭到了小伙伴们的吐槽 说我这是重新定义了超低门槛 我一细想好像确实也没啥毛病 毕竟为了玩个智能家具还要先找工厂把硬件给制造出来 怎么都不是个低门槛的事 这段时间在大家的强烈的要求下 并且在我的粉丝朋友吴同学工厂的支持下 我成功地将硬件进行了产品化 这样硬件的门槛就真的没有了 另一方面我说的这个超低门槛绝不仅仅指硬件 软件才是这个超低门槛的灵魂所在 这个视频我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超低门槛智能家具终极装备的软件部分 那么请大家再来评价一下这个超低门槛是不是 名副其实 玩智能家具要解决的软件问题 其实远比硬件问题要复杂抽象的多 比如如何安装HP 如何在内网寻找HA的IP 如何下载第三方的集成 如何安装HACS 如何登录GTOP 如何安装ZGB模组驱动 如何修改YAML配置 如何进行内网判套 如何生成长效 如何搭建MQTT 如何支持NodeRate 如何接入智能音箱等等 这些问题哪怕是对有一定技术基础的智能家具爱好者来讲 单拎出来任何一个也够合上一壶的 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舌在了其中某一个问题上 导致放弃了高阶智能家具的搭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和团队找了一条艰难 但却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我们为HOSKIT智能家具中枢研发了一套管理系统 我们把这套系统命名为HOSKIT OS 下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当拿到这样一台设备以后 相关的固件已经在出厂前烧录成功 我们要做的就是插上电源 插上网线 然后稍等片刻 现在只需要在浏览器内输入HOSKIT LOCAL 就可以打开设备的管理页面 简单的注册一下账号进入主界面 系统信息和可用功能都以极简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我们在搭建高阶智能家具的时候 最常用的就是Home Assistant 也可能会用到Zigby to MQTT Home Bridge ESPHOME等其他服务 我们只需要打开应用商店 选择需要的应用 点击安装即可 用HA来举例 安装完成以后 桌面上就出现了对应的图标 点击一下就可以轻松地使用HA了 安装Home Bridge MQTT也是同样的方法 仅此而已吗 肯定不是使用过Node Red 进行自动化流程部署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想要让Node Red和HA进行协同工作 需要一个极其繁琐的过程 需要安装Node Red的服务 本身需要在HA中安装Node Red的集成 需要在Node Red中安装HA WebSocket的节点 需要在HA中生成常用Noken 并在Node Red中配置 这些步骤 但凡出现一点问题 也无法让Node Red和HA正常协同工作 在Hotcad OS中 这些繁琐的过程全部被自动化了 你只需要点击安装Node Red 等安装完成后 点击图标 输入HA的账号和密码 会进入全自动配置流程 稍等片刻 你就可以在Node Red中 进行各种自动化配置了 再比如搭建Zigby to MQTT 安装好以后 我们只需要输入MQTT服务的地址 剩余的工作交给系统就行 然后我们就能打开 Zigby to MQTT的管理页面了 还有值得一起的是 针对Zigby网关硬件 Hotcad OS已经在系统级别 完成了适配 无论是在HA的Zigby Home Automation组件中 还是在Zigby to MQTT中 直接进行Zigby终端设备添加几个 你看简单几步 一个Zigby开关就添加成功了 在H中添加我们常用品牌的智能设备 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比如米家的智能设备 比较好用的小米集成HA默认并不提供 传统的方法需要安装第三方的HA社区商店才行 在Hotcad OS中我们增加了组件商店 需要接入小米设备的时候 下载米IoT Auto后 在组件管理中进行配置即可 接入的小米设备可以在组件管理中 直接进行查看详情或者操作 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操作 点击这里可以轻松的跳转到HA 可以看到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 再比如想将各种设备 接入到苹果的HomeKit中 只需要安装HomeKit Bridge 在组件管理中点击配置 选择需要桥接的设备 再稍微等待即可 出现二维码以后 用家庭APP扫码后 就可以将这些设备加入到苹果生态 目前组件管理仅仅是 调用HA的接口进行的界面渲染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 优化数据格式和使用流程 让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到此大家可以感受到 从开机到把小米的设备连入到HA 再通过桥接接入到HomeKit 整个过程用不了10分钟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地方 在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花了大量的精力 制作了针对这个硬件的固件 这个固件基于Ubuntu操作系统 包含了搭建高阶智能家居 常用到的底层软件环境 比如Docker Python等应用环境 CP2102 C4341等各种各样的驱动 以及可以识别NTFS EXFET等常用磁盘格式等大大些小 几十项U化 这些看不见的工作 小伙伴们也能获得很多潜移默化的方便 比如各种格式的U盘 TF卡 SSD硬盘 只需要插在设备上 就能自动挂载 如果是一个全新位格式化的设备 也可以方便的进行格式化 再比如前面说到的打开设备的管理页面 只需要输入HouseKit Local就可以 有少数的电脑是不支持MDNS技术的 这种情况只需要把电脑的网线 从路由器上拔下来 插到设备的另一个网口上 浏览器输入HouseKit.OS 也能打开管理界面 这样做甚至不会影响电脑的正常上网 到这里我想邀请大家来评价一下 到底能不能给这个软硬兼修的 HouseKit智能家居中枢 封一个超低门槛的名头了 从HouseKit.OS大的设计思路来讲 我们既提供极低的入门使用门槛 也提供极高的使用可能性上限 HouseKit.OS为高阶用户提供了 终端文件管理这样的系统级工具 点开文件管理 就可以对所有有权限的磁盘文件 进行浏览、下载、复制、移动等各种操作 如果你想对一些配置文件进行修改 可以直接打开并进行编辑 点击终端就直接连到了命令行操作界面 在这里可以输入任意的Linux命令 对系统进行操作 另外本质上应用商店是一个Docker管理器 除了列表里已有的应用 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自定义安装 来安装其他任意的Docker应用 比如我想安装一个Portainer 只需要填入对应的信息并提交就可以了 右击应用点击终端 则直接进入到了Docker内的命令行环境 用起来非常方便 除此以外 我们也希望这个设备能为 智能家居行业相关技术的从业者提供一些帮助 目前我们开发了一款串口工具 将RS485或者RS232串口设备 通过端子线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使用这个串口工具 和对应的设备进行通讯 这一块后续还有更多的惊喜 当然Housek的团队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研发在持续进行中 后续的新功能 小伙伴们可以在系统版本里直接更新体验 Housek的智能家居中出是一个值得长期深耕的项目 为了让团队能长期持续的投入 也为了让小伙伴们能有更极致的智能家居体验 感谢每一位真正有需要的朋友们的支持 那我们也和工厂协商了一套严谨的产品质量检测流程 每一台设备在出厂前都会经过4小时以上的老化测试 每一台设备的功能都要经过我开发的这个测试平台 进行详细的测试才算合格 有需要的朋友们在淘宝搜索引白元期货铺 就能找到这个产品 现在就下单购买的朋友 我直接给大家赠送市场售价超过百元的CC265RP ZigB网关 来感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我这里还有一批WiFi蓝牙双模网卡 送给下单排名靠前的朋友们 送完即止 在视频的最后引白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款全新的APP 让小伙伴们可以在公网方便地管理智能家居 不仅如此 这款APP也加入了很多灵活且简单的制定化要素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 更重要的是我们采用的是点对点的连接技术 让大家不用担心隐私数据的泄露 HorzKit团队一直在路上 势力于为大家提供高端定制化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感谢大家的期待 我是HorzKit团队的引白元 一个带你玩转智能家居的功课男 感谢大家的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